聽說那個令氏不能學不會頂端 對 有 就是說 這個是很莊嚴的東西 不管是頭期也好 進香期 或者是我們的神教 這些都是 那我曾經聽過就是有人 他就是在進香的過程當中 就看到一個小棋子 然後他也搞不清楚那個是什麼 然後於是就拿起來亂灰… 很開心 然後就把他放回去 人就走了 就回家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在灰的過程當中 把無形的東西 全部帶在他後面 然後就一起跟著回家 然後回家以後 雞犬不領 就是很難搞定這些無形的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在廚煞 在那個 我們在收一些無形的東西 那你收了以後 你還沒在會議會就表示說 跟我回家…我領軍 然後所以全部都跟著回去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我們不知道的人 你最好不要隨便去動他 所以頭期據說也 傳出過很多神蹟 就是我們的媽祖 其實我們一路上就是 頭期走在前面 那你一直在走的時候 你就要除煞 然後收一些無形的東西 就是媽祖會進入 那當然在進入的過程當中 收了太多的時候 就是這個我們的頭期 也是會有附和不良的時候 所以媽祖就會過去 加持這個頭期 讓這個頭期更有伶俐 然後能夠再做更多的事情 那你們是要在北港會對不對 雲林北港在那邊 沒有… 你知道 因為我們… 白沙屯媽祖 他要怎麼走 沒有啦… 所以白沙屯媽祖 什麼時候出發什麼時候 到北港跟什麼時候 回到白沙屯 這三個時間是固定的 他不會亂走… 不會亂走 對… 對 所以到底會不會雙媽會 所以我們要等白沙屯媽祖 來揭開這個謎底 應該是在雲林 應該是雲林 妳不知道 白沙屯媽祖要揭開 過去有沒有雙媽會過 妳有媽會過 當然就是在2004年開始到2007年 真的是一年一年的精彩 當然精彩的要先說一下 2007年的時候 白沙屯媽祖行進道 就是王田交流道 王北的方向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大甲媽 然後走的時候 就是白沙屯媽祖已經停在龍井 已經停在那裡休息了 讓大家吃午餐 結果呢 沒有想到沒隔多久呢 我們就看到大甲的陣頭 過來致意了 然後致意完以後 這個是我們白沙屯媽祖的轎子 就是我們白沙屯媽祖的轎子 對 然後呢 他就是那時候在休息的時候呢 然後大甲媽祖就進來了 然後呢 稍微的寒暄致意一下呢 大家小聊一下 然後大甲媽祖就走掉了 那當然呢 那這一天剛好白沙屯媽祖 跟大甲媽祖都要回到 一個回到大甲 一個回到白沙屯 所以呢 大家都在趕路當中 於是呢 這在趕路的過程當中 本來白沙屯媽祖是落後的 然後後來呢 白沙屯媽祖就繞到前面去 換白沙屯媽祖來向大甲媽祖來致意 也就是說一天之中兩次相會 兩度相會 對… 這是非常的 就是說 在很短的時間 很少 就是很少會說 有這麼刺激的 就是你前進 你在前面 我在前面 然後互相寒暄致意 而且很好玩的事情是 大甲媽祖到往前 在前面嘛 白沙屯媽祖趕過去之後 反過來 然後三進三退自個意 然後她才往前之中 三進三退 除了2007年之外呢 還有嗎 當然啦 2005年也是一樣 就是兩尊媽祖呢 當好都在近鄉 只不過這一次呢 是一南一北 一個往南一個往北 可是呢白沙屯媽祖 也不能失了這個禮儀啊 所以呢 白沙屯媽祖就衝過分隔島 到了對岸對向車道 然後向我們的大甲媽致意 然後致意完以後呢 再回到自己的 路段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 可是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所有的 鄉丁獎 我們所有的信眾啊 已經都是High到的一個不行 因為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那個時間點 大家都狂拍手啊 很高興能夠看到 大甲媽祖跟白沙屯媽祖的相會 那當然啊 說到這個相會 不只是只有在路上 當然我們也一定會有一個 好好的聊聊天 比較長的時間嘛 他們兩個也要好好聊聊天嗎 當然要啊 因為他們也覺得 要好久姐妹妹好好聊了嘛 所以在006年的時候呢 006年 對 白沙屯媽祖呢 到了就是大甲鎮南宮 住假 住假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在這裡過夜了 好 通宵 側夜的好好聊一聊 可以長長 而且這是60年來第一次 這個時間點呢 剛好其實那時候 大甲鎮南宮的董事長 人在台北 為了這件事情 60年第一次相... 旁邊回去 旁邊回去 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回去 然後也很開心 有客人來都要交代一下 一定要 他是當事長 所以他一定要出現 然後他也很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呢 馬上一接到電話 馬上就衝回去大甲 神界跟人界不一樣 人界在安排的時候 經常都是王不見王的 我很好奇 這個跟媽祖更加的人 向左轉 向右轉 是他們在決定的 那是媽祖決定 我眼睛看沒有 我就要相信誰 其實我們要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主持人的一個疑問 因為在決定路線 我們都說媽祖帶路 媽祖帶路 怎麼帶路 他怎麼折路呢 其實叫感是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跟我講說 叫感 可是我還是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叫感有可能作假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教我們的觀眾朋友 所有今天看到這個有福了 因為我們要在現場 怎麼樣觀察 到底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主要的 像我們自己本身是很資深的 我們都會看 這個我們九斑 他的腳 他的腳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四人腳 你說腳 你現在比一下你的手 就好像是腳一樣 對不對 對 他的方向一定往前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部分往前的時候 你前面第一個 他一定往前看 第二個可以看到第一個 第三個什麼都看不到 第四個看到第三個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一個轉彎的話 如果你前面跟後面是不搭的時候 沒有說好 沒有就是講好的話 那一定是會有差錯的 對 因為那個腳都沒有辦法同時 一個方向轉 所以你教我們怎麼看 他們的腳方向怎麼看 對 如果四個人的腳都是往前的 是 那往前的時候 如果他現在 好我們現在媽祖要折路 要左轉了 他的腳四個人會同時 他的腳步同時跨出去 然後同時往左邊的方向轉 這麼神啊 對 是非常的神奇 因為呢 你都覺得就是說 這可能是造假 但是我們的教班有五祖人嘛 如果你要說好 那五祖人要怎麼說呢 總共有二十位啊 是 說到媽祖的那個不可思議 來說話嗎 你手上那張照片得好好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對 我們剛才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白沙屯媽祖 到了北港朝天宮的時候呢 我們會引請我們白沙屯媽祖 進入到神刊裡面 那這一張照片呢 是在神刊裡面拍到的 是我們有一位信徒呢 他就是趕到了北港朝天宮 然後呢想說 哇好不容易 白沙屯媽祖跟北港媽祖 就一起坐在那個旁邊嘛 所以他就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要先講一下 北港媽祖是黑面的 白沙屯媽祖是粉面的 所以呢沒有想到這一位信徒呢 他總共拍了兩張照片 拍了兩張照片之後呢 第一張照片拍完以後 他回去再看 第一張照片的手 好神奇啊 竟然黑色的手上面 還有一雙粉色的手 就有如白沙屯媽祖 就搭著北港媽祖的手 兩個人手牽手 好像在訴說著 姐妹情深消消化呢 等一下 那左邊那一格呢 左邊另外 你的圖的另外一邊 對 紅框框圈起來的是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張拍攝到的 就是完全就是非常正常的畫面 就是說如果應該要一般正常是 這個是北港媽祖的手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說 我們在看到這一邊對照了以後 才發現 這裡竟然有一個粉紅色的手 就搭在那個上面 在這裏面裡